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前天节目当中 放了一期人生感悟 原来都是在radio上放 是相当软性的节目 其实有点类似了 因为我们原来曾经做过很多 它类似的概念 就是不是站在新闻的角度去说 而是站在我们平常对人的探讨 时髦的话有点鸡汤的感觉 其实我个人体会 我不愿意认为是鸡汤了 鸡汤最关键的问题 是没有根 在我的眼睛里没有根 没有根的意思就是 面对现实人的生活 有着相生相克的道理 这相生相克的道理 在人们世出中 人们都会很 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很沉重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出现 得不着自己很想 梦寐以求的东西 得不着 因为梦寐以求的东西 它每天都做梦 对不对 就像上台阶似的 永无止境 所以它自然就会很沉重 就有疲惫的感觉 而现实环境中 人们又只去彰显自己获胜的 掩盖自己失败的 其实一个人无论他多成功 他的失败的一面 跟他成功的一面是对等的 因为他越成功 他的欲望越大 他认为自己最有本事 同等 稍微给他的挫败 在他的心理伤害中 跟他的成功是等同的 一点不会减轻的 反而可能会重 因为他可以挣一百个亿 结果那天他打一喷嚏摔一跟头 也就是说一百亿 没能解决头这件事情 不能够给他带来说 打一喷嚏摔个跟头 这事他就觉得对他太不公平了 因为他的背景 他的基础在那一百亿上 这就是人的悲哀 那我为什么说心灵鸡汤 没有出路呢 他仅仅局限在人的层面 算了别太争命了 别太热了 别太 他仅仅停在这面上 他理解不了更深的一步 就是说为什么出现了这相生相克的道理 为什么在现实环境中 我们坠入到这种痛苦的环境中 对吧 欢乐是暂时的 痛苦是长久的 有些朋友可能不一定接受 今天有钱的有权的 你看他坐那老乐吗 肯定不是 他坐那想的最多的 保住他的权利 保住他的钱财 就像女人用化妆品一样 今儿看一个说 香港一个著名的影星 说这个 为什么能够保持容颜七年不变 那七年零一天 他变不变呢 所以我才说 心灵鸡汤是不管用的 心灵鸡汤只能给人家安慰 而真正的是从生命的角度去理解 大家还记得 亚洲电视已经死了 而亚洲电视曾经报了个新闻 说当时江泽民死了 对吧 曾经报过这么一个新闻 结果今天 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刚刚被 这个马云买过来 很多编辑啊什么 要出走 不在那干了 结果昨天南华早报为了报习近平一个新闻 很大的新闻 说习近平已经死了 南华早报报 什么新闻 BBC这么报 习近平冠以军事新头衔 米采福 马赛克引人围观 中共军队最上层 成立了一个联合指挥中心 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那习近平成为了作战指挥中心的总指挥 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权力的概念 对吧 作战指挥中心 那也就全国的军队真正在 在这种战争状态下 或者说在这种完全军事力量下 那习近平自己任总指挥 那很简单 任何新的机构的出现 都是为了取代旧的军委 五大战区出现 然后出现新的作战指挥中心 他是总指挥 那不知道谁是副指挥了 就是这么个概念 用这种概念要掌控军权 用这种概念 新的作战指挥中心出现 也表明在过去时间里 他对军队的改革当中 军官最上层的军官 上将中将以上的军官 那对他的不满 并没有阻止他的步伐 20号身兼国家主席的习近平 在北京某处军委联合作战 指挥中心视察 官方称他为军委联合指挥中心的 这个总指挥 在香港的文汇报在报道时说 军委联合指挥中心 是一个军改之后健全的重要机构 给我最大的体会 它是一个实权机构 对吧 它作战指挥中心 它穿着迷彩服 表明它的一个真正军队的权利的概念 换句话说 表面上军委还在那 但是呢 军委在那就是一个地基 就是一个依托 真正做事情的 那是作战指挥中心 那这个时候出现这个东西 第一从军队的角度来讲 它获取权力的概念 从机构的角度来讲 它建立新的机构 来表明它的权力的合法性 第二个 同样表明 它在这样的机构的基础上 它应该有着进一步的行动 权力把握 得使用权力 才能彰显出权力的真正的实用 那作战指挥中心的总指挥 它可以在这个基点上 对外 对内 都可以打 英文的南华早报在报道时 引述了退休的少将徐光玉的话 习近平的迷彩服 显示出 他是解放军最高联合作战中心的最高指挥官 该机构是为了满足现代战争需要而设立的 能够指挥陆海空部队 以及火箭部队 战略支援部队等特种部队 而最有趣的南华早报在报道这几个新闻的时候说习近平已死 南华早报刚被马云买走 然后报道习近平已死 我跟你讲有时候人倒霉呀 他在进取中 在努力中 他就倒了霉了 不是你想不想倒霉的事 不是你想不想倒霉的事 一个小母哥一动就能弄死你 南华早报在报道时 本来他是要在报道徐才厚 他是英文的 所以他要报徐才厚是在去年已经死亡 结果他拼音的时候呢 就拼错了 拼成习了 对吧 就差一个字 拼成习了 所以就变成习在去年已经死亡 要说徐才厚 结果没说他 说成了习近平 报道已经出去了 印出的报纸已经印出了 都卖了 你说他是诚心的 故意的 不小心的 倒霉的 反正就这么印了 对吧 中国人是最忌讳这种事 你说他算事故 你说马云怎么解释 没跟你说吗 这赖马云吗 不赖 但马云承担不承担责任 一定的 香港出了一件事情 明报的执行总编 深更半夜被炒鱿鱼 这件事情很麻烦 苹果日报这么报 明报粗暴的炒了执行总编 凌晨替走人 而总编说 他的工资太高了 在报道中讲说 作风公正被誉为明报 采编部的灵魂人物的执行总编 蒋国元 昨天凌晨突然接到通知 被辞退 即时声响 去年空降任总编的钟天祥 以报业经营环境差 要节省资源为由 而解雇了他 两百多名员工 一度包围了总编室 要求他交代 有的女员工哭问 钟天祥 到底是在干嘛 你为什么不走人 为什么要这么干 大概是这么回事 那据说明报的工会 也非常愤怒 要求收回这样的决定 要求集团部门 领导部门必须给答复 否则的话 保留进一步的权力 纽约时报在报道 这件事情讲 说明报前一天 报了有关巴拿马文件的内容 里面披露出香港的一些人 一些头面人物 也利用这个巴拿马 利用巴拿马文件的 概念当中的故事 在隐藏自己的财产 结果第二天就让他走人了 那而他这个人本身呢 评价很高 说他比较政治 比较公正 很具有专业性 他的名望也蛮高的 在新闻界 那明报做了这件事情 就让人们感觉到非常深刻的 这种文革共产党的做法 所以我想表明的意思 他具体怎么样 在我的眼睛里是个命 但是看看南华早报的做法 出的事情 再看一下明报出的事情 你要记住 你只要依附于中共本身 中共对宣传体系极其重视 从某种程度上 从某种程度上都重视过军队 军队不会打外 只打内 所以他利用军队是为了掌控对手 能够战胜对手 但是作为宣传 他对整个全球的影响面太大 所以他是宣传为他的形象 是宣传为他最关键的喉咙的部位 那如果在明报 一个执行总编 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就凌晨即刻被砍死 如果因为他薪水太高 不可能凌晨就给砍死 即刻生效 不可能的对不对 那他可以不顾常识的 不顾脸面的这么做 那你再反过来想想 马云的南华早报 出了那样的事情 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那可是你再往大的角度看 你就会知道 跟党走在一起 你不死才怪 除非你变成鬼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